我们现在跟各位我们第五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也是几何重心的一个应用 这一章的观念 请注意 你们将来在大二下学期的材料力学会用得到 OK 这一章材料力学会用得到 然后这边有些要注意的 各位到时候我会特别跟各位讲 我们这个讲的就是说 作用在一个梁上的分布力 所谓的梁指的就是一根横的杆子 一般来讲 我们先提醒各位 就这样子的一根杆子 它受力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用的名称会不一样 如果这根杆子是侧面受力 力量是加在它的侧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梁 就所谓的并 B-E-A-M 就是一个梁 无梁的梁 如果 听好 如果 这个感知受力是在两端 我两端给它拉或是压 OK 尤其是被受压力 的时候 我们通常习惯 把这根柱子 我们会把它叫做Colin Colin Colin 是一根柱子 虽然形状一样 只是这边受力 我们在工程上习惯叫量 如果两端受的是压力 我们习惯 我们习惯会把它叫做Colin 柱子 一般的所谓的柱子 就是屋子的柱子 受的都是压力 如果受的是拉力 我们会把它就叫做是感见 我们把它叫的是感见 还有 那第四种 是通常是圆形的时候 它如果受的是柱力矩 我们会把它叫做轴 汽车的那个车轴的轴 我们叫做Shaft 所以这一点 各位自己可以等一下 我再重复一次 你们可以自己先把名字放 就讲的都是一根杆子 如果是侧向受力 我们习惯把它叫做量 如果是轴向受力 我们习惯把它叫做柱子 Colin C-O-L-U-M-N 如果受的是扭力矩 我们习惯会把它叫做Shaft 叫做轴 S-H-A-F-T 因为侧向受力的特色 这个杆子会变形就会弯 会弯的我们一般叫做梁 会被流转的我们叫轴 沿着直径会拉长缩短的 我们会叫做柱子 我在讲 几何形状 它不是依照几何形状分 几何形状都是一根杆件 OK 也没有能规定截面积是要圆的或方的 只是如果是轴 通常截面积是方的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 作用在梁上的一个分布力 我们刚才有跟各位解释过什么是分布力 我们再给各位回顾一下 所谓的分布力 Distributed load 跟Constrated load相反 集中力指的力 作用点就是那一点 分布力指的就是这个力 分布在一个区域 有每单位体积的分布力 单位就是每立方公尺多少流顿 有每单位面积的分布力 就是每平方公尺多少流顿 还有是单位长度的分布力 就是每公尺有多少流顿 那举例来讲 重量就是一个单位体积的分布力 我们讲过 重量等于比重乘上体积 所以比重 这个数据 所以Gamma 就是等于W除以V 因此比重 就是所谓单位体积的重量 因为就是重量除以体积 这个就是比重 那还有我们一般的风的压力 你们骑摩托车的时候 就感到脸上风的压力 那就是等于整个的力量 除以你的整个人的面积 你人的面积 或是水的压力 整个的水压 作用在一个板子上 或是你们右上角看到这个图 这个血盖在屋顶上 血有总共的重量 除以这个屋顶的面积 就每单位的重量 那作用在量 因为一般来讲 量虽然是个三维的物体 我们偷把它当二维来考虑 一般来讲 在工程上也是当二维 就是量的那个深度 我们不考虑 不会考虑 如右下角处所示 所以既然它是二维的物体 那整个量就是一个长度 因为深度没有了 只剩一个长度 所以作用在量上的这个力量 我们说是每单位长度所受的力 就是流顿除以公尺 那也就说是x的函数 假定量的长度是x 这个我们补充的说明一下 让各位更清楚一点 所谓作用在量上的分布里 就讲的 假设这是一个量 下面给它支撑 然后作用在上面有一个力量 它的分布就如我现在这个形式 那这个是个函数 就是function of x x假定我们就从这边算 这个wx就叫我们的分布力 它就是每单位长度所受的力 因此如果针对这个 整个力量里面 假定我考虑到中间这个长度 一个dx的部分 这一点点dx的部分 它所受的力量是多少 就是这个dw 就应该等于我们的w乘上dx 你们仔细看 w单位是力量乘以长度 dx的单位长度 所以最后这个w单位 就会变成流顿 dw就是等于w乘dx 但是假设 你们现在不要当作是一个力 就把左边的这个图 看作是一个x跟一个y轴 跟那个w轴 纵轴就叫w 就是一个函数图形 所以这时候dw不就等于这个的面积 因为就是高层宽 或者底层高 就是等于这个面积 因此总共的重量 就是等于dw 可是这个dw就是da 也就是等于a 因此我们这边现在知道 如果有一个分布力 作用在这个梁上 作用在这个梁上 这个分布力 所有的力的和 总共的重量 你就是等于算 这个分布力的面积 弄一个更实际的例子 假定这边是一个梁 这边的距离是两公尺 它下来的力分布 是像这样子一个三角形 那这边的距离呢 这边的这个高度呢 我们说是400 每公尺400 只是指的这个高度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明显 这个w的函数 wx就等于200 乘上x 你们看x等于0 它是0嘛 x等于2 它就是400 那这边你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系数 这个w的单位 是 刘顿乘上 除以公尺平方 这你们课本没有 你们自己抄一下 这个w的单位 是刘顿除上公尺平方 x是公尺 所以这个乘这个合起来的单位 这边的单位 才会变成 每公尺 多少流顿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如果我要问你 现在作用这凉创的 总共的重量是多少 就是二分之一 乘以二 乘上400 二分之一乘以二乘400 所以我们知道 总共的重量 就是400 牛顿 总共的重量 就是400 牛顿 就这么单纯 因为二分之一乘以二 那是公尺 而那个400 是每公尺多少牛顿 所以销掉最后变牛顿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意思 也就等于说 如果有一个梁上 有分布力 你要知道 它的合力是多少 就是直接算面积 成了一个简单的几何问题 好 这就是作用梁分布力 那下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假现实在这边有一个梁 是它的一个作用 在这个梁上 是个分布力 那我们考虑到一个DX 小小的DX 它上面的力量 就是DW 就等于W乘上DX 而W乘X呢 就我们刚刚讲的 就等于这个几何图形上 这个小面积 等于DA 而W要注意 是X的函数 因为我不是代表等高 像我刚刚那个图 各位所看到的 这个的WX 这边这个 也不是常数 所以W通常是X的函数 因此我们就是 然后下面就我们所说的 所以我总共的W 总共的重量 等于DW的积分 可是DW就等于W乘DX WXDX等于DA 低分积分就等于A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 结论就是总共的重量 等于图形的面积 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初步的结论 如果有一组分布力 作用在这个梁上 这个分布力的合力 合力等于这个分布力的面积 所以你们真正要做的 就是算这个面积 在材料力学里面 梁是一个长风 你们就碰到有一个梁 然后他就告诉你 有了这些力量 你要算出合力 因为你要算出这个梁的变形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叫各位算变形 好 你们先看右下角这两个图 如果梁真的是这样子侧向力 这些力量就我们讲的是一个平行力 那我们在第三章讲过 我们上礼拜又再强调了一次 如果一个工作件都是平行力 作用在上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合力 而且作用在某一点 就像下面这个图 所有的这些分布力 可以变成一个合力 作用在某一点 而且呢 这个合力 对左边这个圆点的力矩 等于这些每一个小分布力 对圆点的力矩的合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找出来 我这个合力作用的位置 以这个来讲 假定是在点P 首先告诉各位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叫算算的话 这个合力的R 对这个梁产生的应用力学效果 就是会使这个梁移不移动 或移动的速度多少 跟这个分布力的形式是一样的 分布的形式是一样 但是要注意 我们现在讲的是应用力学的效果 这两个图 它在变形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下面的这个图 一定在这一点P点 变形会很严重 可是上面的图P点变形不一定严重 所以要注意 我们这个的等效的观念 只适用于探讨 这个梁会不会移动 而不是变形 变形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后面会再强调 那我们现在重点就要找出这个P 也就是说合力所在的位置 那这个观念 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 就我讲的 每一个小分量 DW对O点的力矩 都应该等于这个合力 假定是中央在P点 对O点的力矩 因此我们得到这个式子 OP乘以W 这个就是总共的合力 对左边圆点的力矩 等于X乘上DW 这个是X就从圆点到DW距离 X乘DW 就是等于每一个小重量 对圆点的力矩 然后积分就积起来 可是从这个式子 如果我把OP赶成一个X bar 你们看到 不就是典型的 找出这个面积的 几何重心的X bar的距离吗 因此我们得到下面这个结论 如果有一个分布力 作用在梁上 这个分布力的合力 等于这个的面积 而这个分布力可以变成一个合力 而合力的作用点 就会穿作用线 合力的作用线 就会穿过这个面积的几何重心 就会穿过这个面积的几何重心 我再回到我刚刚讲的例子 以这个例子来讲 意思就是 甲电这边有一个力 这样子分布 最小是0 最大是每公尺400牛顿 跟同样的一个梁 这边呢 有一个400牛顿力作用 然后这边的距离 是三分之二公尺 因为你不要忘了 三角形的几何重心 就从直角边算三分之一 所以也就是 有一个这个的作用 分布力对这个梁 在净力学动力学的效果 我强势指净力学动力的效果 等于这个400牛顿力 作用在这个位置 离右边三分之二公尺的位置 所产生的净力学动力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 那我再强调 变形 这两个左图跟右图的变形 是完全不同 我们在净力学不考虑变形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 这两个力量效果是一样 我再强调 这两个的等效指的只是 它们在净力跟动力的效果 意思是它会不会移动 会有多少速度移动 但是绝对不是变形 变形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要算这个力量 对这个梁产生的形状改变 你不能用这个图来算 答案是完全不同 OK 那你们可能会问 那我要找出这个东西干嘛 因为我们梁主要的不是看你会不会动 真的是看你会不会变形 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因为用这个图 是可以帮助我们先找出 下面这两点的反作用力 下面作用这两点的反作用力 好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再重复一下 如果有一个梁 上面有一个线性的分布力 就每单位藏着多少留顿 这个梁的合力 就是等于这个分布力的面积 而这个合力的作用线 会通过这个面积的重极和重心 这是一个梁的 这是等于是一个二维的 同样的你们课本没有讲 但是一样的 如果我这边现在有一个平板 然后这平板下面呢 有一个分布力 不一样的高度的分布力 就是这个平板 有一个每单位 那这个的分布力 这个的W 就Function of XY的意思 然后是每公尺平方 多少留顿 也就是等于说 这是一个平板 如果它有每单位的面积 分布力 注入在这个平板上 像我右手这样子盖下去 那还是一样 这些分布力的合力 等于我上面这个形状的体积 而且分布力会通过 这个体积的几何重心 怎么算一个体积的几何重心 我们下一个section会告诉各位 可是意思是一样 所以如果分布力是一个面 它的合力就是它的面积 然后合力会通过面积的几何重心 如果分布力是像一个体积 那就是每单位面积有多少力 每单位面积有多少力 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平板 然后我拿一大块篱笆丢在这上面 那就每单位面积分布的力 那它的合力就是变成这个体积 然后它的位置 就会通过这个体积的几何重心 几何重心怎么算 我们下个社会会告诉各位 只是先把这个观念告诉各位 OK 因此我们这一小节 虽然只是告诉各位 作用在一个梁上的分布力 但是如果是做在一个平板上的分布力 变成每单位面积有多少分布力 结果是一样 那我们下面跟各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会让你们知道 我们这一节的真正的目的 这是你们课本上的第九个例题 第五章的第九个例题 它讲的这是一个梁 左边A点你们看是一个roller 表示它可以左右移动 不能上下移动 所以它只有一个反作用力 就是垂直方向的反作用力 右边呢 B就是一个simple support 前后左右都上下左右都不能移动 所以它有两个反作用力 BX BY 第一点为什么要 这次实际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说两边都固定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这个力量往下压 你们仔细想想看 你这个力量往下压 这个梁啊 就会有点变弯 如果你A点不让它稍微有点活动 你们想想看 如果AB都固定 我把这个力量往下压 这个梁可能很快就会断掉 因为它没有欲度 因为它两边都定死 你又逼着它往下压 那就是逼着这个梁自己分解 要变得比较长 因为只要这个梁一变形 它的长度就比原来的长度啊 这是我原来的长度 我一变形弯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它这个点呢 就应该要移到这边 否则这两个长度不会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般你们看到的梁 将来才会一样 在A点 在AB聊天有一点 会有个roller 让它可以有点移动 这样的话梁比较不会坏 原因是在这 因为只要一弯 因为长度一样 然后题目问的就是 第一个 它受的是一个梯形的分布力 左边的高度 是每公尺1500牛顿 就是1.5千牛顿 右边的高度 是每公尺 4500千牛顿 题目问的是第一点 找出这个分布力的合力 以及它的作用点 等效力的作用点 第二个是真的 我们要找出A跟B的反作用力 好 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样 这我这边特别一段话 大家注意 因为我这个题的解法 跟你们解答上 有一点点不一样 各位等一下可以稍微抄一下 很简单 因为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很明显 我们要找出 就是我们讲的 面积非常容易 T型面积就是上底加下底 层高除二 重点是 我们要找出这个T型的几何重心 所以T型不是一个比较长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个常见的几何形状 你们课本上把它分成 像这边所示的两个三角形 一个是 长为六 高为十 高为1500的直角三角形 另外一个是底边为45 高也是为六的 等腰三角形 变成两个三角形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会比较 我比较借以倾向于 因为那个上面那个 等腰三角形 好像它的几何重心 就不是我们常弄到的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 下面你们看的这种分法 把一个T型变成一个1500乘以6的 乘以6公尺的长方形 再加上一个6公尺乘上3000的直角三角形 因为长方形跟直角三角形是我讲过 它的几何重心 你们一定要记住的 所以下面的图比上面的那个图更一般化 但以这一题来讲 你用上面的图来做 或下面图来做 答案都是一样 我在讲你们课本上用的是上面那个图 那我现在给各位做的是 用下面的图 把它变成一个长方形 跟直角三角形 目标还是一样 找出这个T型的几何重心 因此 我们还是一样 把它变出这样子一个表 变成两个 第一个元件是长方形 第二个元件直角三角形 长方形的面积 我们现在单位是KN 你们看 我面积的单位 面积的单位是KN 所以长方形的面积是1.5乘上6 变成9000牛顿 然后很明显 从下面图可以看出来 我离左边远点的 我的X bar就是3 所以X bar乘以A变成3927 直角三角形呢 它的面积就是2分之1乘以6 乘以3 所以还是9000牛顿 所以那第二个是直角三角形 它的面积就是2分之1乘以6 记得高是45减15 变成3000牛顿 变成3000牛顿 所以合起来还是9000牛顿 然后我们讲的 几何重心 就是相等于从直角边算三分之一 因为总共的长度是6 所以从右边算就是2 因此它的那个X bar 就是等于4公尺 那4乘9等于36 所以最后加起来是63 总面积是18 63再除以18 最后3.5 意思也就是说 所有的力量相等于作用在这个 这个T型的力量 相等于一个18千牛顿 作用在你左边3.5公尺 这个位置 这两个还是一样 在经理学跟动力学的效果 是等效 是等效 然后第二个问题 它就是说 要我们算 第二个问题 要我们算 它的反作用力 这个就是为什么 要找出它的合力 跟合力所在的位置 你们想想看 如果它一样 左边的A 左边A只有一个 反作用力朝上 右边呢 有BX跟BY 你们想想看 你是在这个图上 找A跟BXBY容易 还是在左边的图上 找A跟BXBY容易 答案很明显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 你们将来在大二 才而学会 撞上这种情形 我给你一个量 通常 作用在量上 常常是分布力 可是是属于 分布力的形状 你一定要先 就是你要算变形 也要找出A跟B的 反作用力 因为它会影响 它的变形 反作用力 一定要先找出来 如果说你直接 从左边的图找反作用力 一看就看 就好像很可怕的样子 你把它先简化到右边的图 变成反 所有的分布力 只剩下一个单一例 那这个图 右边的图呢 反作用力就变得很简单 第一点 SummationFX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BX等于0 第二点 我对左边A点的例句 何等于0 所以是等于BY乘上6 是反时针 减掉18乘上3.5 顺时针 所以我BY就会算出来10.5 千牛顿 朝上 然后第三 SummationFY等于0 那就是18 减掉10.5 减掉A等于0 所以A等于7.5千 朝上 一下就可以算出来了 你们再仔细看 如果我们是从左边 你们就觉得好像有点啰嗦 我要做SummationFY等于0 也很啰嗦 如果我要计算 左边 如果我取SummationMA等于0 你们可以想想看 那个分布要计算 感觉好像要做积分一样 就很啰嗦 所以是这个原因 重点是 这个原因 假定碰到梁的问题 都会先从这个图 先把它简化成这个 找到它的等效力 然后算反作用力 听好 反作用力算完以后 你要算变形 就不能用这个图了 你要回去再用这个图来算变形 怎么算 材料力学会教 可是重点就是 你这个图 你只是帮你用来算反作用力 算完反作用力以后 你要再回到这个图 就是这边是等于7.5 这边等于10.5 然后再来算它的变形 这点各位 现在就牢牢的记住 不要搞混 很多同学 因为在尽力学 习惯了用这边的图 算反作用力 最后他会用这边的图 来算变形 那个考试就死得很惨 完全是错的 这两种力 我再强调 这两种力叫等效力 所谓的等效 只是它对这个量的 净力跟动力的效果一样 它会被动 或者是它会移动的话 用多少加速度移动 这个一样 但在变形的效果 这两种力 绝对不叫等效力 OK 绝对不叫等效力 对不叫等效力